好,房东朋友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查房 当我们的筛选工作做好了 一旦决定了我们的租客入住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查房就是最最重要的一步 对于查房呢,我想呢,跟大家讲几点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查房的时间 查房时间呢,上次我跟大家讲过 租约的规定呢,是我们至少要给这个租客24小时的通知 通常呢,我们会给租客稍微长一点的时间 然后提醒他们,说呢,让他们做一点点这个清洁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是查房的时间 另外呢,我们这个查房,我们查房的目的是什么 从这个租约上的规定呢 我们一定要给租客一个查房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查房的原因呢,基本上是查看这个房屋的状况 查房我们通常要注意什么 要看哪些方面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 有些租客呢,他可能很干净,很有条理 你去他家看的时候呢 他可能各个地方都摆设的非常整齐 有一些租客呢,可能他不是非常有条理 也可能他的衣服啊,他的东西啊 随便放到地上啊,或者随便的乱扔 那这些呢,也不是我们去查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去查一下他的某一些这个生活习惯 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房子 比如对我自己来讲呢,我会首先去的时候我会问他一下 啊,这个现在你住的状况怎么样 啊,有什么地方我需要注意的 比如有些地方需要维修的啊,有些地方你看到有什么问题 要及时的跟我们来讲 呃,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收的这个押金啊 我们这押金呢,只是这个半个月的这个租金 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损坏很大的话 我们要累计到他搬走之前做这个维修的话呢 那可能这个半个月的押金可能都不可能来赔偿我们的这个损失 好,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当大家做这个查房的时候 大家要每次去查房的时候了解一下 有什么东西,我们是需要做这个维修的 如果呢,这个损坏是由租客造成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跟租客讲 及时的让他去花钱去做维修 如果呢,是由我们来帮他去做这个维修的话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他去承担这部分的花销 不要等到这个最后再去处理 因为这个累积起来呢,可能就要花很多的钱 要花很多的时间 我自己有一个出租房呢 曾经呢,就租给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呢,他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就请了他的朋友过来,可能有一些party 好,那在这个之后呢,我去查房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个门的这个门把手都已经掉下来了 那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说呢,你能不能把它修好 我说我下次再来查房的时候呢,我会来检查一下 我说你要是没有修好呢,我可以让别人来修 那这个呢,到时候你来承担这个费用 好,结果呢,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修好了,然后照了一个照片给我来看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利用这个查房的机会 来看一下房屋有什么损坏 我们及时来处理 还有我比较注意在查房的时候 我会呢,去这个卫生间,我会在厨房尽量去观察一下 比如说这个水盆旁边呢,如果是有很多的水啊,或者比较脏的话 这个时候我都会提醒租客一下 尽量呢,最好把这个台面擦得干净,不要流很多的水剂 如果这个水剂没有擦干净的话,经常累积的话 有可能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台面,会破坏这个台面的这个美观 另外呢,也有可能这个水剂呢,会通过这个边呢 就比如说水槽啊,或者这个洗脸盆 这个边上呢,可能会进到这个我们的这个cabinet 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橱柜里面 会把这个橱柜可能会给它泡了 所以呢,这个呢,大家要注意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有的时候做一些维护的地方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浴盆啊,就是shower的地方 我们呢,通常这个边上啊,我们说是这个calking 如果是有这个损坏的话呢 可能它的这个水就会通过这个边上渗下去 可能会造成这个漏水 所以这个呢,我们是在查房的时候也要过去看一下 是不是呢,需要补一下这个calking 或者说呢,要有些地方,比如说可能都时间长了 会发霉啊,变成黑的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它处理一下 是不是要重新的更换一下 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查看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房东朋友呢 都不希望我们的租客在家里面 比如说中大麻呀,会有一些这种违法的行为啊 有些时候呢,租客呢,可能他不在房屋里面 可能会在,比如说我们的车户里面 如果你的花园里面有一个小房子 Shed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查房的时候 也要呢,隔一段时间去看一下这些地方 我曾经听说呢,有一个朋友呢 他呢,是车库 平常他也去做查房 但是他忽略了这个车库 结果呢,警察呢,就发现他这个租客 在车库里面有做这个毒品 最后呢,他的房子也损失很多的钱 所以这个大家呢,要注意这个查房的这个重要性 还有就是冬季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锅炉是不是需要保养了 还有就是这个水槽是不是需要来清理了 有没有这个漏水啊 这种情况呢,我们只有通过查房 才能够了解到 也许我们亲眼看到 也许呢,我们可以通过问这个租客 了解到这些信息 因为呢,如果是小的问题 我们没有及时解决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大的这个问题发生 这个呢,是大家在这个查房中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查房呢,是在这个租约里面 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条文 写着我们房东是允许每个月进行查房的 那这个多长时间查一次 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 好,这个呢,是我们房东的一个权利 所以我是想呢,我们房东朋友要知道自己的这个权利 然后呢,去实行这些自己应有的这个权利 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物业 还有呢,就是从这个保险的角度 这个保险公司知道我们这个房子是出租的 而且呢,保险公司通常呢,它是有规定 我们的房东一定要定期的去做这个physical的inspection 就是我们要去查房 如果呢,保险公司知道我们房东没有履行我们自己的这个义务 去查房的话呢,这个时候万一发生这个保险有一些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查房,而造成的话呢 保险公司可能拒绝赔偿我们这部分的这个理赔 所以这个查房对我们房东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我自己的经验呢,是当大家在这个筛选的过程 也就是当我们这个租客看了房子满意之后 他需要填申请表的时候 我们呢,要跟租客讲一下我们对租客的要求 其中一个就是,我会跟租客讲的是 我会定期的来做查房 通常呢,租客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这个租客也是我想要的租客 当这个租客有一些犹豫,可能不愿意来查房 当他听到你要来定期查房的时候 可能他就会拒绝去填这个申请表 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把这个不好的租客 可能发生问题的租客筛选掉了 如果是好的租客 他一定不会介意房东来查房的 而且呢,好的租客也通常愿意 这个房东关心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房子 来定期的来注意有什么问题呢 及时的来解决 好,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到这个查房 因为呢,这个查房呢,是很多的房东朋友 有些房东朋友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权利 可以去查房 有些朋友呢,不知道我在查房的时候 我应该去注意什么,要做什么 今天呢,我想呢,花点时间呢 跟大家做一点点讲解 希望呢,这些信息对房东朋友有所帮助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是每个星期六会跟大家有新的视频发出来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好,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